阿弥陀佛来接应我们 阿弥陀佛来了没有 从西方极乐世界到这个地方 受安逸 佛国土 我们要知道 极乐世界是大臣 不但是大臣 而且是一臣 极乐世界在哪里 极乐世界就在当下 没有距离 阿弥陀佛说 受安逸佛国土 这是表法的意思 你有起先动念 那就远了 为什么 有起先动念 就有时间 就有空间 不起先不动念 就在当下 时间空间没有了 没有时间 没有先后 没有空间 没有距离 无疑不是当下 当下就是啊 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 华言经上说的 不思义境界 你只要去不思 不要去想 不要去说 你完全明白 你一想就错了 一说就错了 你想你说 不是真实的境界 阿弥陀佛能分多少诗 一根汗毛 一列沉沙 这个沉沙是极为色 能生 无量无边生 真正是 无量无边 无穷无尽 那为什么 这是信的 自信本有的能 不是外投来的 并发解虚空间 讲到最后 为师一心 一心 生 无量无边的发解 无量无边发解 没有离开一心 一心不懂 不懂是自信本定 真正于无了 不懂 心还动 是在谜 不在旧 记住 决心不懂 我们想旧 尽量避免 避免心动 动什么 就是 心里做一些妄想 杂念 尽量减少 那不是好东西 那是错误的 那是错误的 你美国 修兰博斯 这人 这世界文明 他帮人治病 用意念 他的原理 就是不懂 就是让心 宁静下来 他不是佛教徒 没有度过父亲 他知道 清净心 要把心里的记忆 心里的记忆 就是人物 不善的记忆 清除掉 善的记忆 也清除掉 善跟不善 通通是善 全部清除掉之后 清净心 用清净心为基础 能治疗 一切疾病 清净心 能帮助 带着病毒的细胞 恢复正常 就这么个道理 用清净心 让病毒细胞 恢复正常 病就没有了 不要用医药 也不必打针 甚至 病人跟自己 不要见面 拘力几千里 都有效果 听起来好像是神话 但是它是死实 这些年来 它治好了 有几千人 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个道理 跟佛经所说的 讲得通 是 几千人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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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